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胖子给你来分析一下 他这个一共六条 一二三啊等等等等 挺复杂 比如说什么已经往迁的怎么样 没有往迁怎么样 五六月往迁的 五六月以后的 有了预售证了 没有预售证的 那总的来说就这个意思 第一个 如果你这个房子已经被了案了 那么你将来往迁价格不得高于这个备案价 第二个 如果你还没有备案呢 那么你现在可以来重新备案 同样的 你将来往迁价不能超过这个备案价 第三个 如果你离预售还很远 但你已经备了案 我允许你撤回来重新备一次 但是不许涨 第四个 想跌是吗 也可以 但是跌幅不得大于5% 啥意思 你将来要想这个房子再卖的话 第一不许涨 第二跌不能跌5% 那不就给人控制在这了吗 这个其实啊 为什么特别有意思呢 因为它体现了现在整个监管机构 整个这个地方政府 对于房价的一个控制的目标 就是让它稳 这个不能说是稳了 说什么 应该要把它动起来 这个房价就放在这就好了 随着咱们的GDP往上走 人均收入往上走 如果房价一直没动 胖子不是跟你算过吗 2026年 假如房价到2026年一直没涨 按照咱们中国 现在这个人均收入增长的话 就没有什么泡沫了 但是想的是挺美的 能不能做到呢 胖子觉得这个经济规律这事吧 咱还是拭目以待 那不知道您在不在大连 或者说您所在城市 也有没有类似大连出台这种呢 既不虚张也不许跌 你就在中间给我横杠着 这样的冻结政策 如果有的话呢 欢迎跟胖子一块来探讨一下 欢迎关注金融民工及胖子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首页 搜索金融民工及胖子 点击头像 诶 就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胖子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观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